苏格拉底、Sopratis、古希臘哲学家 和学生柏拉图、Plato 以及柏拉图的学生阿里士多德、阿里士多德 被称为希臘三哲人 是称西方三圣言 他们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著作 他的思想和生平由学生柏拉图所记载 柏拉图的《对话》一书当中 记载了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的贡献 柏拉图出身在雅典贵族家庭 自幼拥有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出众的才华 在二十岁时拜苏格拉底为师 跟他学习了十年 直到主前三百九十九年 苏格拉底受到当时古希臘所谓的民主制度审讯 被判死刑 柏拉图因此对当时的政治体制 彻底绝望 于是开始游遍意大利半岛 和地中海周遭的地方 以尋求知识 大约主前三百八十七年 结束旅游返回雅典 并创立了学校 即是著名的柏拉图学院 尼索学院成为西方文明中 最早拥有完整组织架构的高等学府 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 也都因此而得名 学院开设四门课程 数学 天文 音乐 哲学 柏拉图留下了许多著作 大多以对话体写成 尚被后人引用的有 变数篇 万乐篇 理想国 知者篇 法律篇等 至于理想国 是它最广泛 和著名的代表作 理想国 涉及柏拉图各方面的思想体系 包括 哲学 伦理 教育 文艺 政治等内容 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民主 democracy的理论 成为一种正体的概念 只是 古时代的苏加拉底 和柏拉图 都反对民主正体 柏拉图不相信 富裕人的统治 同样地 对普通市民 治理雅典这样的城市 也毫无信心 在它体例 富裕的人 主要考虑的是 他们的特殊利益 在短暂的执政期间 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而对抗大多数 普通民众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 自己是如何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 对柏拉图而言 大部分人的统治 即所谓民主制度 也不是一种政治良弱 因为普通民众 太容易被野心家 以情趣化 和欺骗性的 花言考语所左右 毕竟 当时出现灾难性的 伯罗宾尼撒斯战争 也是由 普通民众 一次又一次的投票 所通过当中 纵容了无数的违法 和暴行 其实 柏拉图心中 至善的城邦 不过 是空想的乌托邦 他认为 忠然 理想的国家 还未能够真实存在 但是 他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 现存的国家 都应该向他看齐 即使不能够完全相同 也都应该争取相似 这个就是 柏拉图 对他认为的理想国家 所持的态度 柏拉图 曾被邀请到 聚拉股 作访问和讲学 是希望聚拉股的统治者 能够实施 他所设计的 宪法和政体 除了理想国之外 柏拉图 也都有两本政治著作 政治家 The Statesman 和法律篇 The Laws 后世认为 法律篇所谈及的 是柏拉图 心中置于 理想国的理想国家 柏拉图 柏拉图 他所创立的学院 由门徒主持 代代相传 存在了数世纪之久 而且 他的学院派 对后世的思想影响甚大